你找我 不是我说你 我是你女朋友 你为什么和那个希希表白 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呵呵 快和她分手 宝贝你不用在意 我只是和她玩玩 过不了几天我就会和她分手的 我好像听到了些什么呢 爷 听说那边櫻花开了 陪我去看櫻花吧 走吧 小元同学 你找我有事 请你离开严学长 我偏步 她和你只是玩玩而已 那她和你也只是玩玩呢 呵呵呵 小妹妹 如你所愿 请不知所请 一晚 不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弄的 小元 对呀 就是我呢 她没了 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你个废物 呵呵 早上好啊 亲爱的严学长 你不是死了吗 你不说我还忘了呢 那天我让我的双胞胎妹妹替我上学 可是她却莫名其妙地死了 严学长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听别人说是你的青梅竹马小元弄的 挺有意思的 我说的对吗 严学长 很抱歉 我以为那天是你 孝子 如果那天是我 你是不是更想亲手杀掉我 学长我说过的 我会复仇的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绿茶表 还有你不是死了吗 对你这种人我也不想浪费口舌 我是来复仇的 不怎么会 她真的复仇了 白兮兮 你居然 既然被你发现了 那你也去黄泉路陪她爸学长 不要过来 救命 我竟然没有S 呵呵 本少女大方饶你一命 我告诉你 如果你敢把今天的事情说出去的话 你就别想在这个世界上了 知道了 我都不想在这儿 西西 那就好 走吧 严 我们去上课 西西 你找我有事吗 你为什么要背叛我 你不是说只爱我一个人吗 严学长怎么可以爱好恶心 不 不是你们不要再说了 真的是吓死我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我实话告诉你吧 其实那TS的是我 我可以无限次复活 我就知道会这样的 学长 你失言了呢 你把我的秘密说出去了 抱歉 我手滑了呢 你蠢的人员 抱歉 我可以复活 又是新的一天呢 哎呀 那群备胎天天给人家发信息 真的烦死了 千 还不是贪图本茶茶的美貌 细细洗漱一下 顺便看看人家的美貌 哇 茶茶又比昨天美了一百倍啊 呵呵 就凭我现在的美貌用 可以调到一些帅哥哥吧 茶茶 等午我想约你在XF餐厅吃饭 你可以来吗 哇 男神竟然主动约我吃饭啊 去换件衣服 这次一定要把他拿下 OK啊 现在茶茶也打扮好了 细细出发找男神哥哥 我的天啊 前面的小姐姐也太漂亮了吧 美女请等一下 哎 我的天呀 她全身可是女孩 呀 哪来的富豪 和她搞好关系 说不定可以 狠狠地捞上衣服呢 那个美女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吗 哎呀 没办法 姐的魅力太大了 我的天呀 这是什么豪华餐厅啊 男神也太有钱了吧 一定要拿下男神 男神哥哥人家来了 茶茶 你好漂亮 快坐 我给你点了你爱吃的布丁 哇 谢谢男神哥哥 什么鬼东西给我也这么廉价的东西 呵呵 那不是她里有钱 不然早把你甩了 那个茶茶 其实我喜欢你 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哎呀 茶茶考虑考虑 终于下班了 忙了一天 真的蛮累的 那 那竟然是吸血鬼 是谁在那里 竟敢打扰本殿下送餐 吸 吸血鬼殿下 原来是个人类啊 喂 人类 你应该知道打扰本殿下 永餐的后果吧 嗯 求求你了 吸血鬼殿下 不要杀我 哈哈 西西 没想到这个人类竟然长得这 我好看 你看就是小鲜肉呢 喂 小白脸 我可以不伤害你 但是你必须让我吸一口你的血 可 可以 吸血鬼殿下 叫姐姐 姐姐 真脆弱啊 才喝了一口血就晕倒了 不过正合我意 殿下您又带人类回来了 这一次是蒸着吃还是煮着吃呢 不都不是 这次的可不一样 把它给我洗干净 放到我房间 奇怪这里是哪里啊 我怎么会在这里 该不会是那个吸血鬼 把我带到这里的吧 糟糕 有人来了 小鲜肉还在睡觉啊 皮肤好白啊 真好看 像个女人一样 奇怪 我怎么突然脸红了 西西 都怪这个人类太可爱了 亲一口应该没关系吧 哎呦 臭弟弟这是被我清醒了吗 吸血鬼姐姐 你竟然偷亲我 干嘛 怎么这么大惊小怪 欧喜 夸你不可以亲你吗 啊 你们吸血鬼都是这么直接的吗 对啊 我们可不像你们人类 我们很直接的 只不过 臭弟弟你先别着急拒绝我 等你想好了再来告诉我 一定 南哥请问你找我什么事 我问你 你想不想逃出去 我当然想了 你真的可以帮到我吗 很好 那跟我来吧 一直往前面跑就可以逃出去了 谢谢你 何先生 都出来吧 吸血鬼们 啊 乖乖成为我们的盘中山吧 救命啊 我看谁感动这个人类 终于下班了 忙了一天 真的蛮累的 那 那竟然是吸血鬼 啊 是谁在那里 竟敢打扰本殿下送餐 吸 吸血鬼殿下 原来是个人类啊 喂 人类 你应该知道打扰本殿下 用餐的后果吧 嗯 求求你了 吸血鬼殿下 不要杀我 哈哈 西西 没想到这个人类竟然长得这 很好看 你看就是小鲜肉呢 喂 小白脸 我可以不伤害你 但是你必须让我吸一口你的血 可 可以 吸血鬼殿下 叫姐姐 姐姐 真脆弱啊 才喝了一口血就晕倒了 不过正合我意 哈哈哈 殿下您又带人类回来了 这次是争着吃还是煮着吃呢 不都不是 这次的可不一样 把它给我洗干净 放到我房间 你 离婚的定义 那 你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